网络购物又更加的便利了 来看到消费者现在是用手机的APP 扫描刷了条码就有专人把货送到家 像是在家里头如果沐浴乳用完了 把空罐子上的条码一刷就完成了购物 好了 你可以回家等着 你下次出门不怕东西太重 因为他会直接帮你送到家 越来越方便网络购物行销策略更上层楼 看着行动商务使用频率年年高深 上网购物不再只能透过电脑网站 手机APP扫描条码或是QR Code 就等于完成购物 首创把虚拟网络整合实体商店 O2O的行销策略 让消费者可以亲手挑选商品 却又不必亲自带他回家 不但减轻负担更省了不少时间 100个人没有36个人 其实消费者是使用手机或是平板 来造访我们的网站 那营业额也占了将近三成 那这是非常快速的成长 在一年多以前呢 其实大概只占10% 以男生的角色来讲 他不想要一直好像陪着老婆 或者是小孩子逛街 然后他可能就浪费了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 在一间店里面 合作厂商除了艺人自创品牌 还包括日用品专卖 药妆店书店运动用品等 创造扫条码购物热潮 预计也将吸引更多商家 真相合作 记者蒋玉体诚实链 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